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赖清德 周六踩进选战对手侯仪的地盘 来到了新北的民主圣地三重区 参拜公庙 也跟乡薰来争取支持 赖清德当场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住宅三政策 要在蔡总统的基础之上 在设宅租金补贴还有包租贷管 达到百万户的目标 赖清德刚下车就收到乡亲和里长们热烈欢迎 来到三重在地信仰中心一天宫 先向妈祖祈求国泰民安 也向民众争取支持 在选战对手侯友宜的大本营新北市 三重区被称为民主圣地 现任立委于天不竞选连任的情况下 民进党提名李昆城接棒参选 但初选当时的裂痕看似还没米平 彭扎云的表情始终为尴尬 李雨点更是直接缺席 赖清德除了得帮忙整合 更再度重申住宅三政策 我在社会住宅方面要推动的是总共30万 那另外政府的政策还有一样就是租金补贴 三个加起来目的就是要去满足台湾社会 目前有80几万户租屋需求的住户 至此时花时间仔细说明就怕外界有误解 在蔡总统的执政基础上 赖清德目标在八年内再兼建13万户设宅 包租贷款17万户 租金补贴再新增25万户 如此加起来达到百万户目标 同时海外新来之友会也在澳洲的三大城接连成立 对外拓展票员对内端政策牛肉权力冲刺选情 记者林正俊 宏伟财新 美式报道